HELLO,大家好我是Lolo,我是老子 自從上個星期打完風之後 現在的天氣真是很不穩定 每天都是落狗屎,落狗屎 搞到街又出不了 一出街又搞到全身濕透 落狗屎都不要緊 最怕就是有一群人 永遠在下雨的時候 他們拿著把傘 是完全黑人爭道他們的行為 老子我就總結了五種是下雨天 我最討厭的行為了 第一種我稱的叫漫遊引力 因為永遠擔傘的人 他們都會比較靠近大廈 也就是說他們永遠都會站在有傘的地方 我們這些沒有擔傘的人 永遠就要被迫站在外面 就算你不是站在外面 你有位置在傘的地方 你都不幸運 擔著把傘 把傘上面還不停滴水 有時候沒有帶傘的人在下面走過 明明在有傘的地方 都要被水滴到頭都濕透了 第二種我稱的叫沙灘傘王子或公主 那些人的特徵 就是一把沙灘傘那麼大的傘 他們的傘永遠好像大到可以遮一個足球隊 在一條鬼死那麼窄的行人路 或者一條後巻的面 你看著那把傘大到差不多要撐著 整條路的左和右 明明那條路已經逼到 只可以平排兩個人 那你的傘就要撈鏈那麼大 大都不要緊 最討厭的原因就是 你擔著把傘在走的時候 因為他的傘夠大 然後他一路走一路就會撞到其他人 撞到傘 不要緊 下雨天有碰撞是很正常的 但還有一件再嚇人生的就是 撞到你的傘 他們還覺得自己是對的 我擔著這麼大的傘 你們還會讓開 還撞到我 是你們的錯 即是甚麼 即是把傘大一點 你們就威風一點 不如下次我真的整個沙灘傘拿出街 第三種我稱這些為血的子 那這種人通常就是那些平時 走路走得極快 快之餘他還會是左攝右攝的人 那當他拿起把傘的時候 他就會成為傳說中的血的子 他就會在一條人來人往的路裡面穿插 但是他手上多了把傘 他就會不理路上所有人 拿著把傘左穿右插 那當你拿著把傘的時候 他的把傘就會在你旁邊 不斷左攝右插 那些水就會滴到你全身都是 即是甚麼行人路上的頭紋 至下雨篇 第四種我稱的叫做愛冠蓋的老人 因為我發現通常發生在這件事的人 通常都是老年的婦人 阿爸我反而很少見 那他發生的地點通常就是你過馬路的時候 那些婆婆就會經常覺得 好像過不及馬路的樣子 就會很快就放在你旁邊 我已經是這樣站 他或是打斜地放進來的那一刻 然後就在你的頭上 然後不斷滴水到你身上 當我看著他 他又看回我 那最重要是 他好像當沒事發生的樣子 繼續向著我的臉 不斷灌溉 那是不是我的臉太濕了 很好人 很好心 一直向我的臉灌溉 讓我沒有那麼濕呢 是嗎 可能是吧 第五種 仙女散花營 這一種永遠就是你上去行人天橋 上去巴士 總之是出入所有室內室外的時候發生的 那這種人在修傘的時候 永遠都要有一個步驟 就是先把把傘對準你的頭 然後拼你兩下 然後收回把傘 整身就濕了 突然覺得自己好事 有仙氣 很有仙氣 那些人是完全沒有悔意的 那些人是覺得很正常的一件事 那其實你把傘向著旁邊沒有人的地方收傘 是不是有那麼難呢 有時收傘都還好開傘的那些重廢 特別是你地鐵的那些天橋 你明明你要左上就右下 你明明走上去的時候 這邊的人下來要開傘走 他們的傘是濕到爆炸 就會向著我們這邊上的人開傘 那一開傘就整身就濕 very good 當然啦 我上述說的這五種人 當中都有很多是無心或者無意 事後他們都會跟你表達sorry或者不好意思 除了上述這五種人 還有很多很多數之不盡的 令人討厭的行為 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給一個隱讓的心 給點禮貌 這些討厭的行為自然就會越來越少 最起碼看片的你和我 都提提身邊的朋友 如果他們有這樣的行為 就盡量提醒他們不要這樣做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就給個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有更多下雨天令人討厭的行為 就不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啦 see you Boom